Hello 大家好 我是Jasper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用手機拍照的秘訣 隨著時代的發達 電話亦變得更加方便 電話亦成為了必要品 譬如拍照的時候 還有 譬如你很想拍一拍黑板的時候 電話一定會成為你的助手 別人經常說 不見電話比心靜更慘 好吧 兩件事都不要不見 兩件事都是很重要的 不要不見 但是我平時在街上 都會看到一些人很錯誤 錯誤地運用他們的電話 而我心想 是否是時候對著相機說一說 怎樣才對 才是正確的方法去拍照呢 歡迎來到101系列 我在這裡會教大家 一些用電話 用相機 關於拍攝的東西 關於做網紅的東西 或者甚至你想做微電影的提示 我都會在101系列中說出來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三件事 第一件事 如何選擇電話的鏡頭 第二件事 就是解答大家 那些模式是什麼 那些模式有什麼用的問題 第三件事 指證各位 就是指證各位觀眾 對錯誤地運用電話拍照的通病 第一件事 我們就要說 怎樣選擇電話鏡頭 市面上 市面上的電話 都是有三種鏡頭 來來去都是那三種 就是普通鏡頭 一定有 望遠鏡頭 和廣角鏡頭 首先我們應該先說廣角鏡頭 廣角鏡頭就是在 你在拍攝風景的時候 你在拍攝風景的時候 就可以用廣角鏡頭 可以令到你那張照片更廣角 他們說什麼 180度感受一下 那些即是說 他們可以看到 他們可以看到 多些東西 可以看下去廣角一點 雖然它會有少少變形 還有呢 我很推薦大家 你在拍攝全家一幅的時候 你的電話 剛巧又有廣角鏡頭 不妨用 它可以令到 你不用站那麼後 你不用站那麼後 你又不用 你又不用打電影 在想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都拍不進 這部相片 這部電話 第二件事 就是 看遠鏡頭 我本身 不是特別需要看遠鏡頭 但我也會講一講 看遠鏡頭 就是 可以令到 放大的時候 更加清楚 嗯 嗯 你應該聽到 主打是誰 當然是主打 那些 拍黑板那些 拍黑板 但無論如何都放大那些少女 其實看遠鏡頭 亦都可以拍攝 產品特寫 或者 產品特寫 譬如說 拍電腦這些照片 或者 譬如說 拍電腦這些照片 然後還有 就是拍植物 就是說 就是可以 取代 你額外 要夾上去 很煩的 那些 魚眼鏡 那些 微距鏡 他 看遠鏡頭 就做了 微距鏡的 替代品 你只要放大 按一個按鈕 你就可以 有很清楚的放大 不過 注意 iPhone 和Note8的用者們 注意 看遠鏡頭 其實不是放到 很大的 其實說起放大 我們就應該解構一下 市面上 兩種電話的放大方式 分別是光學對焦 和數位對焦 光學對焦 就像我這部相機這樣 就是 你這樣動 就是這樣擋個鏡頭 就是 那個鏡頭 是實際會動的 就不是 好像數位變焦 它 數位變焦 是靠財 是靠財走 是靠財走 一般一倍放大 就是我們沒有放大過 那個影像 就是靠 就是靠財走 就是靠財走 他們 就是 就是 去拆走 那個影像 然後呢 就放大它 去做他們所謂的 放大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 我現在轉到 去那個特寫 那裏 它呢 是 它呢 是 超級 萌的 所以 少女們 拍黑板的大學生們 拍頭影片的大學生們 在論文 在你們聽 在你們聽 speech的時候 又想拍下頭影片的時候 是時候 會選吧 跟著現在呢 就是時候解答一下 大家 心裡 滿滿的問號 就是 我們拍照的模式是用來做什麼的 今天我就要告訴大家 首先 photo和video 相片和影片 我應該不用解釋 每個人都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Live focus 和iPhone的人像模式 大家應該 大家應該不知道 Live focus 和人像模式 同一個作用 就是 就是 將你 就是將你電話 就可以 讓你電話的軟件 就計算出 什麼是 主角 什麼是 背景 然後呢 就做游招 即是等於 即是等於 整蒙的背景 突出主角 這些呢 是很適合你產品特寫 在拍植物的時候 或者甚至在拍攝人的時候 都是很有用的 這樣呢 我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怎樣去用 這個Live focus 外語才開了 這個1UI 可能你的電話的樣子 有點不同 首先呢 你應該看到 介面是這樣的 好 我對了這部電腦 它也計算到 它也計算到 什麼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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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電腦 它也會教你 按一下這個 又是Effect Ready 又是拍一張照片 完美 它呢 已經計算到 什麼是背景 又是什麼是背景 如果我們放大看的話 這部電腦 這個背景 這個背景 是漏了 有一些背景 是漏了 突出一部電腦 但是呢 它有一點點 它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呢 它有機會呢 連鍵盤都會漏了 看不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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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紙全部磨走 全部 全部蒙了 這個就是Line Focus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它 就是它 它未必呢 是可以很準地 計算到 怎樣 就是它未必 是很準地 計算到 它什麼是 背景 什麼是 什麼是 背景 什麼是主角 好像現在的相機 它計算不到 好 讓我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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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不肯對焦 它也是不肯對焦 它和我 它和我的電話 也有一點點問題 等等 讓我解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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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絕對 這樣呢 你看到剛才的問題 我應該不用再播一次 你按 你按 前十秒 你應該看到 你應該看到這個問題 它是未必很清楚 如果我這樣計算到 它什麼是背景 什麼是主角 有時候 如果你拍了人 的時候 它是會 避免你的頭髮 這個就是 軟件計算出來的缺點 就是它未必可以很準地計算到 就是它未必可以很準地計算到 不過其實這些都不是特別重要 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會特意放大十倍 去看他們的照片 又捉一些瑕疵出來 然後第二件事 iPhone們 我不會委棄你們 你有沒有見過 你們的人作模式裡面 是不是有很多燈光可以選 哎呀 糟了 什麼是natural light 什麼是stage lighting 好 我給你解釋 首先第一件事 natural lighting 就像現在這樣 有太陽光 整個lighting都很好 都是很自然 它就只是 軟件會幫你計算 就是哪一處 是背景 就應該由焦了它 第二件事 就是stage lighting 還有 太陽光 我不會讀那個contrast 那個是有用的 那個就是 會幫你整好你的lighting 他說stage lighting 聽到那個stage 就一定知道是舞台 而大家聽到舞台 第一個字應該想到一件事 暗 好 這個呢 這個呢 那些軟件就會幫你整一整 整一整 整回那些lighting 包括 它整的方式 有提高的對比度 甚至 甚至 幫你自動加上HDR 然後呢 它就會再油焦它 即是呢 等於兩重處理 fixed lighting 再加上直 再加上 再加上 整整 那個背景 背景 油焦 但是其實呢 你不需要開那個也行 的 fixed lighting 這件事呢 其實不是 只是iPhone才有的 Google Photo 一樣有 在新版的Google Photo 或者各位 如果用Pixel Pixel 3 Pixel 4的話 它呢 Google Photo 內置有一個選項 是讓你整個lighting 就可以整好 那些lighting 它就可以幫你看那個對比度 或者呢 整到一幅照亮一點 就 就當是 整好一些lighting 未必是 最好 但是也都比沒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拍照是 先求拍得到 再求拍得好 嘛 第三 第三部分 我們呢 就現在 我現在呢 就指正 各位呢 用手機呢 拍照的通病 第一 打直 打橫拍 首先呢 其實打直拍呢 就方便那些 超級快拍一張那些 但是 打直 如果呢 如果呢 你想拍很大班人 全部 全部呢 就是 全部呢 都是打橫站 打橫站 全部都是打橫站 還要是 你想拍完背景的話 打橫 如果不是你打直的話呢 你走一公里都拍不到的 打橫拍呢 就可以做到 你不用那個鏡呢 都可以廣角一點點 但是其實 其實呢 你最好有一個廣角鏡也好 那個鏡呢 就很適合在 打橫 就拍打橫站的一大班人 這樣拍團體照啊 全家福那些呢 就很有用的 第二樣東西 HDR 大家應該不知道HDR是什麼 其實它是呢 攝影迷 它是攝影迷 整天都說的一個字 HDR是解飽滿色調 而飽滿色調呢 是可以 是很幫助到你在 想做到那些東西亮一點的時候 然後做到一些食物更加 令到人更加想吃的時候 網紅門 網紅門色開 接著 還有就是 你想拍植物的時候 就很有用的 這個模式呢 就可以提高它的對比度 令到它所謂的飽滿色調 即它提高的對比度 即是說 它令到那些顏色 所有的對比度會強一點點 譬如說 這部相機都有做的 都有做的 我本身白色和肉色 應該都想抽軟 它就提高 它就提高那個對比度 即是令到它更加強 它不同 它那個顏色呢 那個顏色的對比呢 就更加強 但是 它不是萬能的 它跟Line Focus一樣呢 都不是萬能的 Line Focus呢 就有機會油膠的頭髮嘛 HDR 就有機會呢 做到那些東西太亮 做到如果呢 你是想呢 拍一些暗的場景的時候呢 它未必可以 它呢 是未必可以幫到你的 因為你本身有好的Lighting 它呢 就算是提高的色調 都未必呢 都未必是拍到的 那 所以呢 Samsung呢 就很貼心 就給我們一個option 就是叫做 Apply When Needed 就是呢 它的軟件呢 因為它也有一個叫做 智慧 智慧場景變色的嘛 它呢 就用那個呢 就計出呢 就計出呢 什麼時候應該加HDR下去 譬如說 你偵測到是食物的話呢 它呢 就可以令到 它呢 就可以令到 它的 它呢 就是呢 它的食物模式 就等於加HDR下去 就令到整個色調 提高了 令到它有種可以 加濾鏡的感覺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們就要說呢 手震了 很多人呢 都像我那樣 我就有手汗了 就是呢 你很想呢 你很想拿 你很想拿一部機 你又很 或者你想跑步的時候 拍一拍海 但是 就是因為你那一下震 然後呢 就弄到整張相模了 不用怕 有方法扣到你的 如果呢 如果呢 你的電話呢 是有 Optical Input Stabilization 或者Electronic Input Stabilization 也就是通稱的 光學防手震 和電子防手震呢 那呢 你開了它的話呢 光學防手震呢 就是令到鏡頭動 就可以對焦在某一個位裏面 就可以對焦在某一個位裏面 你點到哪一步 它就會跟到哪裏 電子變焦呢 電子 然後電子防手震呢 就是 電子防手震呢 就是會 就是會拍得很廣告 然後裁走某一些 又裁走某一些 那些景呢 就弄到它旁邊震的那些 震的那些就沒有了 留在中間清的那些 兩個都幾好用的 其實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我一定要Optical那些 那些 我就不是那種 一定要Optical那些 那些 有就已經好了 那我今集說到這麼多 記住 如果你想追蹤我這個101系列的話 或者是很喜歡這段片的話 按訂閱 又可以看一下其他那些片 我隔幾段片之後呢 都會release這個101系列 如果你有什麼提議的話 你有什麼提議的話 或者你有什麼意見的話 不妨在下面 不妨在下面那裏 那裏打給我 或者 用下面那條link 就可以去我的blog 又留言給我 那我們今集說到這麼多 我預告大家 下一集是關於 手機 攝影 不是拍攝 就是錄片了 那我先說到這麼多 因為我也是 其實我也是個網紅 所以我應該都會送錄片 記住訂閱啦 拜拜